他一走進那個診所 那個醫生馬上說 你被他點的死穴了啦 什麼都沒動喔 他就這樣子 他就直接說你被他點的死穴了 然後後來就 我們就想想想 想到應該是被那個 診錐的那個診所那個醫生 就是哼 剃掉了 好 你死穴對不對 就給他一個那個死穴給他點下去 手就貪軟無力 後來那個醫生就幫他喬一喬 就哭哭哭 弄弄 就弄好了 然後整隻手 又恢復知覺了 這是神機嗎 神機 然後問題就來了 神機沒有關係 神機壓迫都沒關係 你講的跟醫師沒有 你還是江湖恩怨吧 沒有 好期待喔 後來我就視為 視這位醫生為神醫 那我就跟他 我就有一次啊 我的整個手啊 就痛到 沒有辦法往後扣內衣 沒有辦法抬起來 只要一抬起來都很痛這樣 然後痛到都會哭 然後吃止痛 什麼都沒有用 我就想到那位神醫了 我就衝到他的診所 我說 醫生我的那個膏穴 好像已經被他點了喔 就 他說 你看我手好痛 好像都抬不起來 他說不是 高方穴 是你這裡 金姐 那個整個是尿對不對 好妙吧 真的啦 然後後來他就說 是你這裡 我說不會啊 是我的高方穴 這邊好痛好痛 我手都抬不起來 他說沒有 因為你這裡長期 我們人的那個 臂膀 長期在使用 所以他 有時候會掉下去 然後掉下去 他沒有結合在那個 他正常的軌道上 所以他是整個 掉下去的時候 你就做什麼事情 都拉扯到神經 所以會痛得半死 然後後來就是 把我瞧一瞧弄一弄就好了 然後後來我去爬山 扭到山 我說醫生 醫生 你看我這邊 喔好痛好痛 他說不是這裡 是這裡 就我們指的那個 穴道的那個點 跟他講的都不一樣 有沒有明天 給我講 我等一下給你 我這首我也扣不到胸罩 這首也扣得到嗎 是啊 所以 好緊喔 等一下 我等一下給你那個 電話地址 聽起來 少林是學藝 然後武當山來報酬 反正就很厲害了 真的 我再說 我一定會拒絕 我應該不拒絕 你 就行 可以拒絕